宜蘭縣政府農業處的處長 今天我想要提個案子是 我想要做的事情是 只要寫入年輕人進到宜蘭的農村 那在農村裡面能夠安家落庫 那這裡面 很抱歉我沒有辦法 有很詳細的資料 因為這個概念還在行程當中 那這也是我過去兩年在宜蘭元山做的事情 就是培育新農夫 那這個概念主要是 其實有很多人 其實想要從都市進到農村裡去 但是這裡面遇到了很多的障礙 那我們希望能夠 我在農業處的這個部分 我想架構一個公私協力的平台 然後能夠讓 年輕人可以比較順利的 進到農村成為建設農村的心血 那這裡面就會牽涉到說 有些人想要當農夫 那有些人可能會想要開個店 有些人可能要做一些 農業創新的事情 那都不一定 那他們可能需要有農地 那他們可能需要找到可以住的房子 然後他們可能需要上一些課程 那 以及他可能需要有可以指導他的老師 那 那在地方上其實一旦 不同的地方已經有一些小小的群聚在那邊 那他們都是地方上很好的一個陪伴的社群 那我就很想要把這幾個 這幾個 可能的 協助新農夫進場的這個 包括年輕人進場的這個 平台架構起來 那它有點像 有人說它有點像那個英國的landshare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那 那 昨天我們農業處 自己已經開始在討論這個事情 然後 這應該是我在農業處最重要的事情 那 昨天 這位 昨天早上五點鐘 就問我是否要不要來提案 我想一想也覺得也不錯 因為我對OpenSource這個概念其實是 我博士研究裡面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或許這件事情 可以透過OpenSource 可以透過開放社群的操作方式 不只是它這個平台是OpenSource 而是整個運作是 以一種開放社群的方式 讓政府跟民間可以一起 然後讓這件事情可以 比較順利的建設 那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謝謝